先前曾经引起社会大众关心的嘉义三岁女孩寻寻 因为发生车祸四肢瘫痪 她的妈妈想用寻寻出生的时候 花了大钱储存的期待血 请医院来进行神经修复手术 没有想到卫生福利部说 这项技术还不纯熟 法令不允许 所以否决了他们的申请 那么这个寻寻的妈妈就非常纳闷地说 当初业务人员神化了期待血的功能 现在要用才知道国内根本技术都还不成熟 她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 圆滚滚的大眼睛带着微笑面对镜头 她是三岁的寻寻 今年一月的一场车祸 让她颈椎重伤四肢瘫痪 寻寻的妈妈曾在三年前花了七万五千元 储存期待血 本来以为可以用来进行神经修复 但因为手术属于全国的首例 需向卫福部提案审查 结果卫福部以技术部纯熟 法令不允许否决 让她就而梦碎 感觉受骗 群群骂声器的表示 当初业务员神化期待血的功能 现在要用才知道国内没有此技术 原来是一个不确定的希望 对此期待血公司表示 业务员没有过度渲染期待血的功能 完全以卫福部的公告医疗项目解说 我们对这件事的误会他可能是说我们在未来的部分 搞错了这样子可能听错了 所以以目前我们就业务人员跟消费者的做说明的话 一定会分得很清楚 卫福部表示过去从各家业者的广告传单或宣传广告来看并没有违法 最主要是业务员在推销时都会夸大功能 甚至明确说出何时可以完成以及可能有的治疗效果 这些都已经涉及广告不实 可依医疗法以及人体器官保存库管理办法 处最高五十万元的罚还 记者综合报道